哇嫩打一个老花 我去 跟你一样 很嫩的 好吃的 真的好吃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胖 一个让自助餐老板 事事发达来就我 今天我们几个来吃火锅 天太冷了 来吃大龙岩 大胖是龙岩的 来吃大龙岩 走 进来了 现在开始点单 像这种火锅店的话 价格就会比较亲民一点 那我们要一个那个锅中锅 中间带那个军汤的 锅底的话先给我上来 然后那个大刀毛肚的话 来两份 我写个二字 对来两份 然后那个功夫腰 腰片的话来一份 哇来菜了 毛肚 你看这个锅底 哎呀真香 我去 这个肥牛才好吃 开始下锅了啊 朋友们啊 这个牛蛙特别新鲜 还在跳看到没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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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整只牛啊 然后这个毛肚啊 咱们先以毛肚开吃 这个毛肚都大片毛肚看到没 哎呀我去 今天就必须要把这火锅吃到爽啊 吃到爆爽的那种 来一起下锅一起下锅 一起下锅 那我先下了 我下肉啊 对 下肉下锅 全整下去了 得全搞下去 搞你 吃火锅就得这么吃呢 就当自助餐吃 哈哈哈哈 好 哎这个啊 这个是羊肉还是什么 都给他下里头 哦 哦 毛肚熟了啊 开科 干杯 干杯 爽脆毛肚啊 你看这毛肚啊 还可以啊 我这碗调的是醋汁啊 醋跟香油 口感太棒了 先开胃啊 嗯 开完胃以后 用这个芝麻酱 哇 嗯 这个毛肚还是片子很大的 嗯 老板这个毛肚再来一杯 再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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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真不错 他家毛肚的价格也还算可以啊 四八一份份 对 嗯 太满足了啊 好谢谢 这一大口下去真的是满足啊 满口爆香的感觉 这个火锅底料的味也挺好啊 这个是肥牛啊 粉丝来一口 嗯 辣辣十足 哇 芝麻酱好好吃 好鸡爽那种 哇 这里还有毛肚 来吧 这个应该这个是高盖羊肉啊 来吧一起来吃 呵呵 这个毛肚又重新来了一盘哈 哎 你说我会不会喜欢吃太喜欢吃了这毛肚啊 大片毛肚啊 肥香的那种啊 下锅七八秒就熟了 好嫩啊 哇 好嫩啊 特别嫩 嗯 嗯 这毛肚自己这么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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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香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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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这么多 刚才下了这个肥肠啊 越吃越辣啊 嗯 这个肥肠是事先卤过的啊 这个肥肠的味道还满满的 臭香臭香的 呵呵呵 嗯 嗯 这毛肚真脆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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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嗯 嗯 嗯 下肉了啊 下肉下肉了 那我传整进去啊 嗯 我把那个腰片也整进去 嗯 哇 哇 这刚才那个 哇 锅底辣到了 哇 真爽真爽 你看这个肥肠 哇 糯糯啪啪的啊 可好吃啊 嗯 很Q 很辣啊 呵呵呵 我发生了被辣到了啊 这个是腰片啊 啊 尝一下 烧不烧 他那个锅底的那个味道哈 已经把那个肥肠 还有那个腰趴的那个腰片的那个烧味已经去除了真的 你吃不到烧味 嗯 哇 吃鸭血 干杯干杯干杯 满满一小碗 对满满一小碗啊 全是那个高盖羊肉跟腰片啊 嗯 蘸点这个干结不错啊 嗯 蘸点 哇 有嫩骨耶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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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哎呀这高盖羊肉真不错 特有嚼劲 哦辣 嗯 这高盖羊肉有点难嚼是不是 哈哈 哪个叫小白 哈哈 别别别 嗯 嗯 嗯 这牛肉肉熟了吗 熟了 熟了吗 哦 你看这高盖羊肉 真香的那种啊 你还说牛肉 尝尝 嗯 哇 其实牛肉肉很嫩 嗯 哎呦 可以 谢谢 哇,好爽啊 牛丸啊 哇,他这个牛蛙好嫩啊 不辣是不是 肥牛跟毛肚啊 哇,刚才辣坏了 下面放甜点醋,你看 醋就是解辣的 中脑,这个黄虹 有没有人吃这个会觉得有点恶心的那种 哈哈,哎,反正我吃不敢 哇 嗯,哇 这个黄虹好脆 嗯,这五韩肉好吃 哎 哎,这五韩肉最好吃 这个是鸭肠还是鸭肠 鸭肠 鸭肠上面写的是 生扣鸭肠 嗯,这个黄虹啊 牛黄虹 嗯 嗯 还挺脆 再来再来再来 嗯 哇 这个是下滑啊 哎呦,这哪一块 这下滑怎么一股猪腥味啊 哈哈哈哈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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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嘿嘿嘿嘿 哇 嫩大一个老花,我去 哦 和你一样花 哈哈哈哈 嗯 哎,嫩的了 好吃的 哇 哇 嗯 嗯 它真的好吃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他不要给你 我真心不敢吃 哇 好朋友们,这期视频今天拍到这里的哈 喜欢大方视频的就在留言关注啊 我们下期见 今天今天上课很失败,血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也是甜啊 实在吃不惯哦 哈哈哈哈 为什么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大胖 小粤语啊 今天我们来吃那个五颜湾天虹广场这边有一家日料自助店 走,我们上去看一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都还挺不错的 嗯 这边是268才很低的 哦,这是268的是吧 我们是从这边开始就是 这里开始都可以 哦 这是我们点的第一份啊 哈哈 日料自助 哇哦 哇 这个三文鱼切得好厚实啊 沾点我们的芥末酱油 嗯 哇,真舒服 嗯 这种厚实感吃起来太爽 嗯 北极贝 我很喜欢北极贝那种爽脆感的 很Q的感觉很脆的感觉 而三文鱼呢 它是非常的软然的 特别的鲜 跟北极贝完全就两种口感 哈哈哈哈 嗯 嗯 边忙点 好吃的 章鱼 我怕我吃不饱 我跟小月一人叫了一份那个 啊,我都是牛肉饭 他都是什么鬼饭 猪排 哦,猪排饭 先吃点主食啊 哇,这也太大了 我的天哪 嗯 我还是很好吃的 里面有香菇那些 还有一些牛肉 还有一些菌类 还有鸡蛋 嗯 嗯 嗯 这口感就是偏甜的 哦 哦 可能又有又有朋友又会说啊,大胖你竟然在自制餐里面吃米饭 哈哈哈哈 其实我吃米饭跟吃其他的都差不多 明白 别人可能吃这一大碗放下去可能就真的就饱了 但是我只是垫垫肚子真的 嗯 嗯 这虾挺甜的啊 这个是金枪鱼鳍赤身啊 小月比较吃不了那么多 大的就我来了啊 哦 喝到怎么样 刚烤出来有点烫 还没吃吃味道 这什么这什么这什么 蟹饱 蟹饱是吧 这其实里面也没什么肉 嗯 哪有的一次性点这个东西点五分呢 这个叫 尴尬 两个滴都下去 这个叫土瓶蒸啊 里面有海鲜之类的 把这柠檬放下去 那就是一个精水 嘿 这个汤汁啊 那叫一个北 那叫一个北 那叫一个腿啊 那叫一个地道 哎呦 这汤汁还是爽 哇 那杯盛起来盛一杯 还有五分呢 能不能是 还有五分 一人三更不是 和风牛肉 牛肉还可以什么 北京 来吃呢 你坐在干嘛 这里面塞了好 你再看 这个牛肉口感就是嫩 知道吗 好吃 这个应该是 口口口味 肥牛卷 金针菇啦 就是奶味比较重 用奶气香味比较重 就这边餐厅就是这样子 有料嘛 这个应该就是肥牛卷 肥牛卷就是 嗯 所有的菜都是偏甜口感的那种 芝士俱善呗 上面的 上面的奶奶味很重 上面有一层那个鱼籽酱啊 吃起来一种 一种 咯咯咯咯的感觉 我感觉小月今天气氛又没有 昨天吃牛肉火锅这种气氛了 哈哈哈哈 这烤的猪排啊 嗯 很脆 我是来这里喝啥的 听你们一杯啥 烤生蚝 我最喜欢的 我怎么感觉这个生蚝不是特别新鲜啊 有种异味你知道吗 不是特别新鲜的感觉 牛仔骨啊 喝到怎么样 很嫩 是说嫩嫩的感觉 牛蛇哇超大一块牛蛇 沾点这个黑椒酱 嗯 这个就是我比较爱吃的尖饺了 这有辣椒酱 这有辣椒酱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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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外焦零醬 外焦零醬 風味 這種東西 肉 这个像冰淇淋一样 嗯 我不知道这么大个我不知道怎么下嘴 是从下面吃还是从上面吃 下面吧 下面露了我的样子 嗯 嗯 嗯 其实我们这种类型吃自助的话 吃这种日料自助的话也不是特别合适 你知道吧 也不特别爱 因为日料的话 它都是偏甜口感的 说实话 今天今天上课很失败 血亏 嗯 这个也是甜的 实在吃不惯 为什么 刚才那一盆饭也是甜的 所有都是甜的 连猪排 鸡排 都是甜的 今天被老板好好的送来一个 朋友们 下课 大胖 在这里 那个 跟各大网友说一下啊 不喜欢吃甜的 不喜欢吃芥末味的 不喜欢吃奶油味的 千万不要来自助 日料自助啊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都不晓得 今天宣布上课时代 小月刚刚吃了一个鹅肝 直接吐掉 看这个大排骨肉 又是欲把 哇 真香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今天挺丰盛啊 哈哈哈哈 哈喽 朋友们大家好 大胖 哎呀 最近啊 那个 哎呀 怎么说了 头疼呢吧 就是口罩原因啊 出不去 哎呀 好在家里边也没断粮 哎 今天还有好吃的 梅菜扣肉哈 呵呵 开上一包 哇 这个梅菜扣肉真的香呀 我天呐 哎 说实话哈 在外面就想着老家这一口了 哎 看这个梅菜扣肉好 盖上去 然后一弄出来 哇 有没有食欲兄弟们 这一口梅菜扣肉哈 放在这里 哎呀 筷子给我吧 你重新弄一个去 哎呦 这个大骨头在这个梅菜扣肉面前 显得特别的弱小呢 哇 看这一块梅菜扣肉 真的绝了我去 嗯 特别香 而且肥的不腻 嗯 哇 这个梅菜扣肉真好吃 而且这个梅菜扣肉哈 吃起来很方便 放蒸锅里面蒸热就可以吃了 热了以后就可以吃了 嗯 嗯 他这个皮是虎皮装的哈 对 还有这个外博菜 嗯 嗯 他这个外博菜是香甜香甜的 很脆 炒鸡蛋配鸡蛋 嗯 嗯 真香 正好口罩这么严重哈 家里边买一单这个回去特别方便 嗯 嗯 一单的话是两包这个梅菜扣肉 还有两包这个啊 外博菜 炒鸡蛋特别特别好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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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点都不腻 太好吃 嗯 嗯大虫挺像人 尝一下这个梅菜扣肉里面的梅菜哈 都是下饭系列的 嗯 哦 嗯 跟我老家味道一模一样 很好吃 你小时候不就爱吃这个 嗯 嗯 拌上一锅村头 村头跑的村味吃完了 哈哈 嗯 而且这个肉含量特别特别多 嗯 嗯 哇太香了 嗯 嗯 以后咱们家吃梅菜扣肉哈 就直接买这个就好了 嗯 嗯 都不用自己做 省碎了你知道吗 而且肉很新鲜 非常非常香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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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还滷了大棒五啊 啊 哇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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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棒五也滷入味 特别好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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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太香 看这个大排骨肉啊 又是玉板 哈哈 嗯 哇真香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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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 挺嘴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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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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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肘子 就得连肥带瘦的 这么一块吃 哎呦 可以 以后绝了 嗯 非常滑嫩 还有这个五花肉香 嗯 嗯 太爽 目前这个状态就搭放这种居家状态呢 我在家里面也是吃这么多的真的 哈哈哈 嗯 主要是这个下饭菜太香了 哦 老婆帮你加点饭你 哈哈 这个大肘子可以留在冰箱里面慢慢吃 哎呦 我的天 这个梅菜扣肉是真的行 哎呀 太好吃了 哎 就你们看这个梅菜真香呀我去 嗯 他这个梅菜哈 我也不知道这么香 就特别特别香 真的 嗯 嗯 拌米饭哈是真的真的好吃 哇 这个拌面条应该好吃 肯定呀就是煮上白面把它 嗯 直接倒进去 厚厚去 绝了 嗯 这个外博菜很脆 特别特别脆 它有一点像那个发甜 嗯 很香 它这个外博菜的甜哈就像是萝卜干的甜一样脆甜脆甜的 自带的 嗯 特别好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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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还吃这么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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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晚上还干了两大碗米饭下去 没谁啊 哈哈 这次 这期视频给你们简简单单拍到这里哈 等哪天能出去给老板上一个狠狠给老板上一个好拜拜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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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